大家好,我是中立研究所的帕斯卡尔。由于联合国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今天想特别更新一下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战争的最新情况。 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种事情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有人迫使美国实际上展示其真实意图,这一事件值得关注。这是那些能够看到美国霸权裂痕以及整个世界体系运作方式的时刻之一。 一方面,几小时前在纽约联合国发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悲哀。美国否决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本将呼吁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这本会是一项安理会决议。 这非常重要,因为安理会的决议是有约束力的,不像大会决议那样,仅仅是建议。有约束力的决议可以在后期用来执行。 意味着如果安理会决定以后采取军事措施,他们可以这么做。 这绝对是一种升级,也是联合国大会先前决议的一个进步。 使这一事件如此特别的是,它是由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呼吁的,他援引了他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拥有的特殊权利。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12月6日,也就是三天前,古特雷斯援引了所谓的联合国宪章第99条。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还是在1989年。 虽然这是每位秘书长凭借其职位所拥有的权利,但通常不会使用,因为他的措辞使其成为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权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款。 它非常简短,第99条规定,秘书长可以将在他看来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项,引起安全理事会的注意。 这甚至不是一个强制安全理事会对决议进行投票的权利。 但显然大家都理解,如果秘书长这样做,他具有特殊的分量,因为情况必须非常严重。 实际上,在昨天联合国的审议中,以色列代表遗憾地指出,在俄罗西、斯和乌克兰之间近两年的战争中,秘书长从未援引过这一条款。 他现在援引了。 以色列称这是联合国的偏见,但这表明您采取这一步骤的情况必须非常特殊,基本上是他办公室的最后手段,以此来震动安全理事会并告诉他们,看,真的需要做些什么,这是无法维持的。 在他的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 以色列和美国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号召行动导致一些安理会成员提出了决议草案。 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的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决议草案,而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 对于当前的事件,如投票和选举,维基百科可以是一个有用的资源,因为它能迅速提供汇总数据。 然而,始终以批判性的思维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安理会的15个席位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其中有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这些国家在理事会中始终有席位,并且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 赢得世界大战使你成为一个大国赋予你否决权。 还有非常任理事国,他们每两年轮换一次。 目前,非常任理事国包括加鹏、加纳、莫桑比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阿尔巴尼亚、巴西、厄瓜多尔、马尔他和瑞士。 安理会主席国每月轮换一次。 12月份,厄瓜多尔担任主席国并主持了会议。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秘书长不断不断地向安理会主席发言。 安理会的主席,当然,秘书长是整个联合国组织的负责人。 然而,安理会主席代表整个理事会,设定议程等等。 这种情况迫使美国表态,是否会允许一项呼吁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案通过。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说不,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投票结果是13比1比1。 13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美国行使了否决权,而因因国弃权。 投票有三种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 在投票本身时,你可以选择不发表意见。 即使是北约成员国法国,也投了赞成票。 这表明在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的同时,呼吁停火并不矛盾。 俄罗斯和中国也同意需要实施停火。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个美国的强大盟友,目前是安理会的成员。 即使是日本,也投了赞成票。 我其绝对肯定美国在幕后施压,要么否决,要么弃权。 这只是美国形象非常糟糕的又一个例子。 但同时,日本和我的国家瑞士,我是说瑞士没那么重要,但日本相当重要。 他们也对这个决议表示赞成,违背了美国的意愿。 这确实告诉我们当前形势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也显示了美国影响其伙伴或所谓的卫星国家按其偏好投票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局面。 现在我们再次没有停火,这绝对是可怕的。 尽管你必须理解,即使美国没有投票并且弃权,这个决议通过了,以色列也不会停止轰炸。 在这一点上,如果不切断以色列所有的武器和收入来源,并且不对以色列施加极端的国际措施,它不会停止这次攻击。 现在非常清楚,它们的目的是清空加沙,它们的目标是要么把所有居民推到西奈沙漠,要么尽可能多地杀人,尽可能长时间地杀人。 这是当前的策略。 任何假装置仍然与针对哈马斯的某种形式的精确外科手术式打击有关的人,显然与我们生活的宇宙不同。 当然,在联合国,你必须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一切。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并没有直接攻击美国,也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犯下种族灭绝的行为。 然而,他显然指出了核心问题。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代表,他的立场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愿望相悖。 几周前,当他首次呼吁停火,并结束以色列的猛攻时,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他面临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批评,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甚至要求他辞职,声称联合国已失去所有合法性并发起正面攻击。 但是,尽管联合国目前无力改变局势,他仍然清楚地表明,美国的软实力和结构性权力正在衰退。 这种极端情况迫使各方采取行动,并揭示了一种重新排列。 这种重新排列不一定是反对美国霸权,但肯定波是支持美国霸权。 我鼓励大家去听听古特雷斯先生的话。 他的演讲充满激情,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将表明世界在关注,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在关注,甚至联合国也在关注。 加沙的恐怖现在已经和也门战争的规模一样,是一场绝对的噩梦,一场反人类罪。 世界在关注,不幸的是,无能为力,但全球局势正在我们讲话时改变。 总统先生,阁厦门,我援引第99条向安理会写信,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临界点。 加沙的人道支援系统有极高的崩溃风险。 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预计,这可能导致公共秩序的完全崩溃,和向埃及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压力增加。 我担心这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被占领的西安、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益处效应。 在我看来,这严重增加了现有威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的风险。 人道系统崩溃的风险。 根本上,与我们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完全缺乏安全保障,以及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有关。 这严重限制了对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接触。 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加沙的安全和保障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 超过130位我的同事被杀害,许多人是与他们的家人一起。 这是我们组织历史上单次最大的生命损失。 一些同事带着孩子去工作,这样他们就知道会一起生或一起死。 同事们分享了工作人员恳求帮助的令人心碎的信息。 联合国安全部门副秘书长告诉我,由于这场冲突的演变方式,除了撤离之外,缓解加沙地带工作人员风险的所有可能手段都已经无路可走。 我必须强调,联合国完全致力于留在加沙并为那里的人民提供帮助。 我向那些尽管健康和生命面临巨大危险,仍然坚守岗位的英勇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致敬。 然而,情况简,质变得难以为及。 安理会在第2712号决议中呼吁扩大供应以满足平民人口,特别是儿童的人道主义需求。 我非常遗憾地通知安理会,在当前的地面条件下,履行这一任务已变得不可能。 有效提供人道援助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拉法口岸并不是为成百上千的卡车而设计的,它是一个主要的瓶颈。 但即使云,许足够的供应品进入袈裟,激烈地轰炸和敌对行动。 以色列对运动的限制,燃料短缺,以及通信中断,使得联合国机构及其合作伙伴无法到达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 在我写信的前两天,也就是12月3日至5日,联合国只能在加沙的五个省中的一个,拉法省,分发援助。 在其他地方,根本无法进入。 人们感到绝望、恐惧和愤怒。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愤怒发泄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身上。 总统先生,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噩梦之中。 首先,平民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据报道,自以色列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已有超过7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 其中包括超过4000名妇女和7000名儿童。 据报道,成千上万的人受伤,许多人失踪,可能埋在瓦盖下。 这些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来自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攻击是强烈的、持续的和广泛的。 到目前为止,据报道,已经有339所教育设施、26家医院、56个卫生保健设施、88座清真寺和3座教堂被集中。 据报道,加沙地区超过60%的住房被杀,摧毁或损坏,其中包括约300千所房屋和公寓, 约85%的人口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加沙地区的人民被告知要搬迁,在越来越小的安全区域之间反复横跳,却没有任何生存的基本条件。 但加沙地区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至少有88个联合国救济和工程署的避难所被集中,造成270多人死亡,900多人受伤。 避难所内的条件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 人们忍受着开放性伤口,数百人排队数小时,使用一个淋浴或厕所。 那些失去一切的家庭睡在光秃秃的混凝土地板上,穿着他们两个月来未曾更换过的同一套衣服。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近日抵达拉法,使得那里的避难所不堪重负。 包括儿童、老人、孕妇和残疾人在内的许多无家可归的家庭,正睡在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公共场所。 总统先生,其次,加沙人民的食物即将耗尽。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存在严重的饥饿和饥荒风险。 在加沙北部,有97%的家庭食物摄入不足。 在南部,这一数字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是83%。 北部一半的人民和南部超过三分之一的流离失所者,简直是在挨饿。 世界粮食计划署自己的食物储备也在耗尽。 在北部,有九成的人至少经历过整整一天一夜,没有食物。 加沙最后一个运作中的面粉厂在11月15号被摧毁。 自危机开始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一向加沙各地数十万人提供了食物和现金援助,并准备扩大其行动。 然而,这需要能够有效地接触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并且每天至少需要40辆食品供应车。 这远远超过了目前的水平。 总统先生,第三,加沙的卫生系统在需求激增的同时正在崩溃。 至少有286名卫生工作者被杀,医院遭受了严重的轰炸。 原本的36家医院中只有14家人在运作。 在这些医院中,有三家提供基本的急救服务,其他的则提供部分服务。 欧洲加沙医院是南部加沙两家主要医院之一,拥有Smanper 70张病床。 医院目前收容了1000名病人,估计有7000人在那里寻求庇护。 药品、血液制品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医院运行的燃料被严格配给。 许多病人被迫在地板上接受治疗,且没有麻醉剂。 随着患有生命威胁伤害的病人持续到来,病房仍满为患,工作人员不堪重负。 与此同时,避难所的不卫生条件和食物疾患, 随严重短缺,导致呼吸道感染、肌疮、黄胆和腹泻的病例增加。 我刚才描述的一切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这导致了我做出前所未有的决定,援引第99条款。 我敦促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采取行动,以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并呼吁宣布人道主义停火。 主席先生,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为了回应10月7日哈西、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发动的残酷恐怖袭击而开始起军事行动的。 我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些袭击,并对新暴力的报告感到震惊。 蓄意杀害大约1200人,包括33名儿童,伤害数千人,并劫持数百人。 这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当理由的。 大约130名人质仍被扣为人质。 我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同时要求对他们进行人道待遇, 并允许国际社会和红十字会在他们被释放之前进行探访。 哈马斯所实施的残暴行为,永远不能成为对巴勒斯坦人民集体惩罚的理由。 尽管哈马斯向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的发射火箭, 以及利用平民作为人盾的行为,违反了战争法, 但这些行为并不能免除以色列自身违规的责任。 国际人道法包括保护平民的义务, 并遵守区分比例和预防的原则。 战争法还要求必须满足平民的基本需求, 包括通过促进人道救援物资的畅通无阻的交付。 国际人道法不能选择性的应用, 它在所有时候对所有各方都具有约束力, 遵守它的义务并不取决于对等性。 主席先生,加沙地带的人民正面临深渊, 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可能结束他们的苦难。 我敦促理事会不遗余力地推动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或保护平民, 并紧急提供救命援助。 在我们处理当前危机的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实现和平未来的唯一可行选择, 基于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的两国方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 这对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 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全世界的目光和历史的目光都在注视。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我感谢你,们。 也好优优独播剧场——我感谢你。 感谢观看